今天的早安慈激情要来分享美国慈激核桃大爱幼儿园的老师学生 在校园义卖自己种的菜要来帮助台湾地震受灾的乡亲 详细的情形以及农场运作的状况 邀请到慈激美国教育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杜斌师兄杜师兄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杜师兄听说你们一听到台湾发生地震 两三天之后就启动了慕心慕爱的行动 这得归功于平常就有传递这样的概念给孩子们 让他们知道一方有难十方持缘的道理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学校平常固定都有主统岁月 当世界上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同步的举办祈福会 那老师们那孩子们知道这些事情 那我们的品格教育团队也会提供 适时的教案 然后加上慕心慕爱 我们就是提供给老师一个很完整的资讯 但这一次花莲的地震 在第三天我们就启动了慕心慕爱 那除了在校园 启动孩子们的慈悲心 没有投足筒 那因为今年的洛杉矶的雨水很多 但刚好我们的生命客业农场 在四月初的时候 我们的高丽菜是大丰收 我们的生态志工就是用行动 我们来摘取我们农场 自己种自己生产的最新鲜 而且是巨无霸的台湾的高丽菜 来慕集爱心 那我们这一次 来为花莲的地震做后盾 然后我们孩子们就亲自的推销 让许多家长来呼吸 那这一次我们有收了十多颗 那每一颗都很大 那最重的应该有15磅 那将近是 以公斤来讲 大概是在7公斤的左右 那一个家庭买回去 说实在是吃不完的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了四等份 然后每一位学生呢 就在下课的时间 然后等待的家长 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喊说 请帮忙 请帮忙那个花莲的地震受灾的朋友们 的乡亲们 然后老师们也积极的去引导 孩子们去理解到说 帮助他人的重要性 然后在这样的话 其实在孩子年幼的心中 已经给他冠下了一个 爱跟善的种子 然后让他来感受 然后给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让 让受灾地区带来温暖 然后我们也就教导孩子们 在这个时间点 一起来团结力量 会发展祈祷 对 好 所以刚刚我看到那个画面 那个15磅相当于7公斤的高丽菜 是要两位师姐捧着来拍照的 我平常也有上菜市场 我看起来应该算是我们台版高丽菜的 两三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重量跟体积 非常惊人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刚刚杜师兄一直提到就是我们生命科学农场 是不是都种一些巨无霸的蔬果 来赶快跟我们说一说 这一路从无到有农场挑战的一些过程 经历的过程 还有目前是如何运作的 是是当初我们就是希望鼓励孩子们 远离山西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开辟了生命科学农场 那原本是一片黄土高原 在19年的时候我们建成 那刚刚好要运作的时候 在2020年的3月份 我们就碰到的疫情 然后整个学校在关闭的状态 那隔了半年之后 我们回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到说 我们当初辛苦种植的这些花果蔬菜 全部都已经死光光 只剩下几棵的果树 那也正是因为的疫情 那志工没有地方去付出 所以说我们我就recruit他们都来农场里面 然后当时就许多小老菩萨 来教导我们种植的经验 还会彼此分享种子 还有一些知识 然后接着的话 我们也找到 我们也请到一些园艺达人 来我们农场里面上课 来教导一些专业知识给予建议 然后随着这样的一个 慢慢慢慢的养成之后 我们开始的 我们有生态志工的 开始这样的慢慢的培育 当正在生态志工 慢慢慢慢的知识已经完成完之后 现在这一群的生态志工 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生态老师 然后让他们 让每个志工更有价值 然后让这些所有来参与活动的人 更有机会来认识 实际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物种也很多 我们的物种大概有30多种的果树 在这边 哇 真的很丰富 而且我看到小朋友都好可爱 我们真的是以天地为这个教室 然后带他们去农场体验这些农活 那么孩子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孩子们非常的兴奋 那像在我们农场里面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活动 那甚至于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兔子 也生态物 那我们这边是很属于友善的种植 所以他们会常常看到有兔子在 在我们的菜股上面跳上跳下的 但是我们都不会赶他们 因为我们坚信说 他吃一点我们也是一些我们这样子和平的共处的话 能够更好的一个发展 然后很奇怪 这些动物都不怕我们这些志工们 尤其是穿着蓝天白云的志工的话 他们都会很安心的 然后当我们果菜有很多的盛产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孩子们去栽菌 那我们也有像举例我们有种甘蔗 然后我们就会给小朋友40块 一块小块的甘蔗 让他尝一尝 这就是糖的原型食物 那你们吃的糖果就是从这个 从甘蔗这样榨取这样过来的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让他们知道是的 所以小朋友的反应也相当不错 让他们知道嘴巴里头吃进去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子种出来的 非常有教育意义 我们感恩杜师兄的分享 也祝福我们的农场 继续把这份爱也传出去 感恩杜师兄 感恩感恩 那很感恩 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到美国来 来参观一下我们学校 有没有农场 感恩感恩 除了我们 除了我们